7月21日 电影《新妈妈再爱我一次》 在重庆某处进行紧张的拍摄 新厂不仅首度曝光了路易景田的幸福新家 更曝出两人已经结婚生子 制造了一个爱的结晶 就是他们的小儿子迷你宾 当天剧组正在拍摄路易和景田 帮儿子迷你宾过生日的兴奋 来 一二三 小冰 学的什么愿望可以告诉妈妈吗 真的要听 这是什么愿望啊 这么奇怪 妈妈爱你 巧合的是 那天刚好也是景田的生日 在拍摄现场 原本当天拍摄的戏份已经结束 导演金氏君临时宣布 接下来要有一场特别精彩的戏等待上演 原来是剧组特意安排帮景田过生日 景田透露当天是自己第一次和迷你兵拍对手戏 刚开始自己很没自信和小朋友沟通 但多归了路易传授给自己不少经验和迷你兵主动施爱 才化解了景田的忽虑 可能在拍之前有点紧张 因为我实在害怕跟孩子相处 没有过这方面的经验 然后可能会问一下身边有孩子的朋友 问一下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比如我 比如他 但是但是他是女儿嘛是吧 我觉得没有像那个迷你兵这么调皮 对迷你兵刚开始的确是很活泼 然后特别可爱 但是我觉得我没想到他跟我沟通的比我跟他沟通的更多 他会主动过来就是抱着我跟我讲 哎呀妈妈我好爱你啊 就过来亲我一下 就一下子让我感觉跟他的距离很近 所以现在还在慢慢磨合吧 此前路易拍摄的多维年代戏 路易坦言这次是第一次在现代戏中 饰演一个复兴的形象 自己感觉很新奇 尤其是在戏里演一个爸爸 我觉得真的是第一次 而且是自己跟孩子有那么多的对手戏 我觉得挺好玩挺新奇 也很生活 因为确实我生活中也是一个爸爸 对于跟孩子戏 可能有很多很自然而然的东西会带入到这个角色 此外路易称自己和景田 在剧中扮演一对此父此母 但在生活中路易说自己一直是个严妇 严妇啊 是吗 对啊 你能下去很近吗 当严妇啊 不是我觉得这个严呢是有分寸的 不是说你就是无缘无故的怎么对孩子凶就是严妇 我觉得是给现在孩子懂事早可以跟他讲道理 由于此影片名为新妈妈再爱我一次 但路易称新版和老板没有关系 新版也不是老板的延续 做到剧情的话 跟老板的应该是没有关系 也没有任何的延续 因为我们这个戏主要也讲就是一家三口对于一种爱 尤其是妈妈这个人物 他前后有几次出现是比较出人意料的 所以这种东西呢就是作为就是我演的这个人物 对于自己的爱人 还有哪怕是小孩对他的妈妈的一种感情的东西 至于是不是和老板一样走苦情催泪的路线 路易说内容上会有很感人的地方 但不会在剧中痛哭流涕的深情 会有很感人的地方 但是对 但并不是说要让我们在戏里痛哭流涕的 用这种方法去对 还是说剧情 居西新妈妈再爱我一次 现在今年年底贺岁档上映 这样一部悲情的片子 在贺岁档究竟会依靠什么脱颖而出 路易和景田会作何回答呢 清醒档 清醒的东西现在是 好像并不是很多从电影发布上说 所以我觉得这几乎去 虽然是 赫岁档一 有几个发生的一个新手 可能是有点悲情 我觉得会是有一种新意的